嗨大家好,我是飞飞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我们今天主要去讲解一下关于Web3与AI的一个结合 那我们知道AI这个话题是在今年比较火,去年年底的时候也是比较火的 那么在Web3是去年前年的时候比较火 那么在这两个的话题,比较热门的话题之间 我们都可以看到出,其实都是属于一种概念形式的 只是说从这种概念的形式当中,有的是被定义的,有的没被定义 那比如说在Web3呢,我们看时呢,它是被定义,实际上它没有做出一个实际的成果给大家看 所以说它也是变相于说,现在大家也是源于Web3的一个概念 并没有看到Web3最终形成的一个样子 而AI呢,那么它的一个最终状况呢,已经把它给呈现给了大家 那么比如说AI里面的语言模型,AI里面的绘图模型 那么比如说AI在生成一些视频的模型,那么它已经是出来了 所以说从这种定义上面来看的话 AI的定义相较于比较可视性一点 那Web3的这种定义相较于比较虚一点 那么我们知道在PiNetwork的创始人尼古拉斯博士已经以前讲了嘛 PiNetwork这条公链呢,它以后就是为了Web3去打造的 或者说PiNetwork呢,它就属于Web3 它是属于Web3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你说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 PiNetwork这条公链未来是属于Web3的 但是它现在属不属于,它显然不属于嘛 毕竟它现在连去中心化的这一个步骤都没有做到 那么我们在很多的Web3的概念当中呢 能够看到了说Web3里面肯定包含要区块链嘛 那所以PiNetwork现在还没有做到去中心化呢 所以说它不能成为是Web3的 只能说它未来的愿意是想成为Web3的一个公链 是吧,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 Web3中我们能够拿得出哪一款项目 或者哪一款产品是说,我就是Web3吗 Web3就是我这样的一个规则或者标准 那么以后的Web3模型就是按照我这种标准来的吗 其实是没有的,所以不敢去下这样一个定论 是吧,那所以Web3和AI之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Web3呢 现在还比较相较于务虚一点 而AI呢相较于更加务实一点 那么当然这和他们的发展历程也是有关系的 Web3呢被加文伍德所提出来是2017年的时候提出 那么到现在的时间呢,不过短短的几年时间 那AI呢是被提出了几十年的时间 虽然说在很多年前非常的不智能是吧 但是呢它现在发展了这么久之后 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 就是说它还是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它AI的一个进步 那么它中间所发展的过程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出从最初的理论到最终的 我们看见还比较不错的一个过程呢 也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那Web3呢也是在未来建立过程当中 从我们提出这种概念或者说这种想法之后 到未来真的要去进入Web3的时候 Web3的整个蓬勃发展或者说看到这个产品 那么它的标准是什么样的时候 那么可能也是会花费巨量的时间 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知道技术的革新它是会越来越快的 也就是说以前所花费的几十年的时间 那么有可能在未来技术革新之中呢 它会缩短这个时间 那么这个还是我们希望去看到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要去讲Web3和AI的结合 那么当然在这之前呢 我们也相续了解一下 就是AI和Web3之间的一个本质的不同 那么AI呢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集中化的 就是数据能力的处理 它是非常集中 它要一个唐大的数据库来支撑它AI的一个智能 AI智能它其实就是说白了 后面有非常多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呢被解码或者解析之后呢变为一个数据 而数据给AI提供的智能 那么这个关系和这个逻辑呢 先给大家给产生清楚 那么所以AI的背后呢 人家就称之为是有一个刚中大了 就是你有非常多的存储工具 或者说的这个数据的一个放置的地方 是吧 那么这个是非常庞大的 而这些信息呢 是通过人工去把它给收集 然后去把它给整理 然后给AI去提供的 所以说 所以说AI的智能呢 它是非常集中的 而Web3的这个概念就不一样了 Web3的这个概念就说 我一定要去把它分散 不要那么集中 不要让任何人去控制 受控于它 是吧 所以在Web3的世界当中的区块链呢 它是一个分布式的 非常多的节点 那么这个节点 分布的越闪越好 越多越好 所以它们之间来形成一个 从数据存储方案的一个完全不同 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出 中间的优点和缺点 是吧 像Web3区块链里面的优点 就是说它能够做到一定的公平性 和一定的分布性和安全性 但是呢 它的缺点就是说 存在能力有限 比如说我们每个人 拿你的电脑去做这个派的节点 是吧 你这个派的节点 你的电脑的硬盘有多大呢 相比说你再大 也不会有服务器大 是吧 所以说每个人的电脑的 存储的数据盘呢 它都并不太大的 那么同时呢 还存储了整个网络的一些 讯息在里面 交互信息里面 还有交易信息里面 还有网上的智能合约在里面 等等这些可能就是说数据成的把它打包 打烂之后放在我们的节点当中 但是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得出 在这样的数据交互当中呢 只能去支撑一些代币的发行 去代币的去使用一些账本的记录 还有一些简单的合约的记录 但是如果说你要去做到一个 人工智能AI的这种大型的生态 或者大型的应用程序去运行的话 那么从现在的这阶段来看的话 它是完全不可能支持的 那所以这就关于在分布式节点当中去解决了一些问题 但是它又存在了一些问题 那在AI当中呢 它的数据模型就完全不一样 直接放在一个机房里面 或者放在一个它的存储地方 那么这个存储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它里面有包含非常多的数据 那么人们对于它的一个训练 然后产生模型之后就放在这个数据里面 那么这样的话会便于这个AI 快速的去调用这些讯息 那么去给你一些解答 那么这些呢完完全全的就提高了AI的智能 以及AI回答的速度 以及AI能够快速给你产生内容的一个时间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有人就考虑 这个AI会不会被某些人给训练成另外一种意识形态 那么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说这就是区块链与AI之间的一个关系 有好的有不好的 那么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出 AI现在其实也并不是说太智能 但是你说区块链呢 其实它是解决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公平性啊分布性啊 还有就是说一些奇异 是吧 有些问题啊 那些我们可以通过区块链的方式去解决 那像在AI当中呢 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那么比如说AI你说告诉他一个苹果是吧 那么AI告诉你是水果 还是说一家公司 还是说一家企业 还是说苹果手机呢 这个不好去说是吧 所以说在区块链里面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说我们可以奇异去分析它 或者剖析它 奇异给解决掉 那么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未来会引入AI进来之后 那么相容较于AI与这些web3的一个结合 会慢慢的出进这个AI的一个智能 那么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说法 那么未来是怎么去结合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AI和这些区块链 或者web3之间的一个结合 是吧 或者说看一下 在未来Pine Network这条公链 它是如何去和这些AI去结合的 当一种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说要排斥它 而是说要去拥抱它 或者说去了解它 那么我们知道在当时AI刚刚出来的时候 Pine Network正在开黑客送的时候 是吧 其实这两个都是比较热的话题 那么当时在社区当中也想说 这个AI已经压过了Pine Network的风头了 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讲 它确实是压过了这种风头 这个热点比Pine Network热点更高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 它这种工具出来之后 我们的供电会和它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化学反应 所以说我们今天先去看一下 就说在AI的这个世界当中和公链的一个结合当中 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智能区块链 那么目前的公链的关键层主要还是包括共识基层 是吧 还有数据层以及激励层 还有合约等不同的组成部分 那比如说在共识机制层 人工智能可能为区块链增加安全性 那么通过AI应用程序 挖掘数据并进行预测行为 然后检测欺诈行为并阻止攻击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出派的公链上面有没有运用到AI技术呢 那么它可能应用的不是我们现在所最火的什么mergenia 什么chatgbt这些技术 但是它已经用到了N工智能AI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KYC的时候 它已经就使用到AI技术了 是吧 所以说在外部山公链的概念当中呢 也会应用到AI技术 那还比如说在极力层是吧 那么在极力层呢 就是非常重要一点通过ML也就是说一点就是机器的学习能力 来产生它的价值 比如说传统的基于基础设施的核心组件一样的 像下一代的Nail1和Nail2都会变得非常的智能 那么我们的Panetwork呢 那是属于是Nail1的 所以说底层的一条公链 所以说呢它在通过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加持之下 它会变得相较于比较智能 那它就和以前上一代 实物产生的这些区块链呢 就有所不同了 可能会变得比较智能 那当然你说以前的区块链 它们就会变得更陋吗 我认为还是不一定的 因为毕竟还有社区存在嘛 有社区存在的这些区块链呢 它们都可能会想办法去和AI进行融合的 那么这就是关于AI加公链的一个存在 是吧 从另外一方面讲来说 web3所构建的AI系统呢 相较于更加公平 那么开放和其中进化 那么首先通过链上的激励 迅速的聚集全球的数据 那么算力等资源 以更加快速的速度 更加大的一个数据模型 让AI进行学习 让AI能够快速的成长 那么其实呢 加入web3的属性的AI系统 可以更加透明 不受于科技巨头的垄断 更加具有朴实性 那么这个其实比较具有争议啊 就是说人家就讲了说 在这个AI把它完全放在这个区块链上面之后 那么 比如说你像现在这种大型的这个AI 你把它放在整个区块链里面呢 它会 把它 小的这个智能AI把它放在区块链 起来是可能的 就是人们现在在讨论一个话题是什么 就是说比较具有争议的 就是AI它 是否已经觉醒 如果说你将一个觉醒的AI 把它放在这个区块链的话 那就比较危险了 那么你全球的那么多节点 那么会备份它的一些 意识的东西啊 比如说像意识的这个东西 它可能就不会让那么大的数据库了 因为它毕竟觉醒了之后 它的数据库的这个东西 它就可以不用存在 所以说这一点比较受大家的争议 但是这个呢 我们觉得可能在现在讨论呢 可能为时过早 但是这也不得不去 讨论一个话题 因为在整个的科技发展过程当中 就有这些科技内推动的技术存在 也有向人类行为学的东西去反驳它 是吧 所以说为什么Pineinterwork 我认为它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存在呢 因为它的这条公链上面 有人类行为学的一个博士存在 也有从技术层面的一个博士存在 所以说它们两个之间 可能会相互的去制衡 然后关于另外一个的结合 那AI加上协议 还有DiApp以及应用层的一个结合呢 那么这个呢 就比较类似于往上走一点 就不再是你公链的结合 那么在Web3的堆栈当中呢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智能 来进行合约的集成 那么比如说在DeFi中 还有说借贷协议当中 那么通过人工智能评级 来达到不同类型的钱包的借贷 是吧 比如说你这个钱包里面 它会通过这个协议 是吧 以前是通过协议来进行评估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人工AI 来进行这个评估 那么加上协议的一个评估 那么就可以知道 应该给你放多少蛋 那么或者说在NFT 从静态的图像转为 具有人工智能行为的一些工具 那么这些智能的NFT栏 已经开始出现了 无论是在游戏中 的智力方面 都有着很大的一个发展 那么能够在作为DimiFi 就是游戏内的 去中心化游戏里面 去增加这种 AI的一个互动性 那么这个栏就会比较去 趋向于以后我们所愿景的 这个元宇宙的概念 是吧 人工智能加上区块链的协议 加上这些应用之后 然后你就会感觉和这些 NPC或者说游戏里面的人物 去互动的时候 会更加的真实 那好 关于经济层的 那么经济层呢 就是说 这个和我们的区块链呢 感觉关系不是特别大 那么这也可以给大家去说一下 那么这个AI 加上创作者经济呢 其实我们在web3的概念当中 会提交比较多 就是web3的概念 就是说 你可拥有可读写 还可以去进行 你的收益是吧 因为你可拥有的就代表 你的收益是归于你的嘛 所以说 我们要去讲到创作者经济 那么人工智能AI去生成的 这些内容 比如说 比较成熟的一个领域 你要去通过web3的 这些创作者去 借助于这个人工智能 AI去生成内容 那么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然后随着以后 web3这个构架 或者这个理念 越来越成熟之后 那么我们呢 就可以在里面去创造出 很多的内容输出 那比如说 我作为一个内容输出 我以后可不可以利用到 人工智能AI 去帮我去创造呢 那是可以的是吧 那么这会大量的减轻 我们这个创作过程中的 一个负担 所以说 从人工智能AI 这块来讲的话 从创作者经济来讲 也是有一定的利好的 那么这里 大家要分清楚一点 创作者经济 和这个 现在的创作者 是不一样的 那么创作者经济 还是指的是 我们每个人去 在web3的世界当中 去拥有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你去发表评论 发表语言 发表你的文章 视频等等的 那么这些都是拥有给你的 那么你去 获得的一些收益也好 或者说里面 人家看到对你的 整个打赏也好 那么它直接 就是到你的这个手里面 而并不是说 由现在的这个 web2的世界的平台去分发 你一点 我也一点 这样去分发 没有 那所以这个创作的经济 在未来的web3当中呢 它会对这些创作者 比较友好 那么当然除了上述的 这些领域之外 还有一些 关于智能链上的一些分析 智能安全的审计 以及隐形的保护等等 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 AI呢 极大的扩展web3的边界 那么web3的整个概念 是吧 在那里放着 但是 我们通过人工智能AI和它的一个结合之后呢 它的这个 范围就会更加广泛 那所以这就是关于人工智能AI和这个web3之间的一个结合所带来了一些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 那么在这里再说回派是吧 那么派里面呢 我们看到的 现在从应用层这块 我们是能够看到派里面有 AI加应用层的 比如说像里面的一些应用 它是通过Chat GPT的API调用去做的这些 DF是吧 那么虽然说它是基于一个中心化的 但是呢 它在派内计 这个供电是区中心化上面去搭载去运行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AI加一个DF的形式去存在的 那么再说回供电 供电的话 派内计划呢 目前来讲 它已经去使用到AI了 那么它使用的AI 至于它智不智能 或者好不好用 这个我们不知道 它是挪子是码 它应该拿出来溜溜 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的派内计划 供电上面的这个AI 其实它并不智能 那么它后面的一个数据收集的能力 或者它数据训练的能力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工程师在训练 那么它和现在的Chair的GPT 和这些制图的AI去比的话 非常低级是吧 但是呢 这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AI的发展过程 需要后面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 而正好PiNetwork 可能全球拥有这么多的活跃先锋 刚好能够提供这样的数据 那么我们看到的Pi 能够给我们公布 现在它供电上面有的这个AI 就只是说关于KYC的这个AI 但是它还有没有其他的AI 和它正在研究的AI 这个它就没有公布了 有可能也在研究是吧 那么这个关于KYC的AI 虽然说它不够智能 但是它又通过人工的复补 那么人工的复补之后 那么复补完了这些讯息 又可以反馈到这个AI的数据库当中 进行AI的再一次训练 所以说最终以后的这个PiNetwork 供电上面肯定会存在一个KYC机制 那么KYC机制是由人工智能去驱动它的 同时又有人工去辅助它的 那么以后这条体系成功之后 那么它就算是PiNetwork 公链上面项目方所开发的一个底层应用了 而这个底层应用在未来的前景也是有的 那么比如说在以后的其他项目出来 需要去KYC可以用的PiNetwork 这条AI加人工的一个KYC系统方案了 那么这个前景的存在还是主要来源于 现在的一个各国的管理者或者政府呢 要对区块链或者外部商行业进行监管 而这样的监管背后呢 就需要这些项目方或者公司 要对他们的用户进行KYC 那所以说这就是PiNetwork 在现有的阶段去做KYC比较重要的一步 那么虽然看见它的人工加工链呢 非常的弱智 但是它未来前景还是比较可观的 那好 这呢就是关于今天要去跟他分享的内容 那么今天主要讲的就是 外部商与AI的结合 以及PiNetwork供链和AI的结合 那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